今天回家的時候再提醒我刀垃圾 你剛好走那麼慢啊 我孕婦耶 肚子那麼大 很喘耶 我孕婦耶 嗨 大家好 我是張華 歡迎收看媽咪劇場 那在這一集的媽咪劇場當中 就有提到就是媽咪 在肚子變大之後就會走路比較喘 然後會有一些些心肌 或是呼吸不順暢的狀況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心肌的部分的話 它的成因有很多 那能夠改善的一種方式 就是包含就是呼吸不順暢的部分 就是你一定要換掉你的內衣 我聽說啦 很多媽咪他們可能在懷孕的時候 他們不見得會把他們之前的內衣褲給換掉 那我覺得這其實會造成就是你的呼吸不順暢 因為之前我們穿的內衣它幾乎都會有鋼圈嘛 底下的部分 那它的鋼圈它其實會壓到就是你的肚子的上位 然後因為你懷孕的關係 所以你的罩杯可能會變大 那它其實也會造成壓胸的部分 那就會間接的讓你的呼吸比較不順暢 這個東西在我身上是還蠻明顯的 就是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換成就是孕婦內衣褲之前 就是我的呼吸的確是會比較急促 那在我換了之後呢 其實這部分就有得到蠻大的一個改善 那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就是 我自己有在使用的孕婦內衣褲 那會選擇這一款原因是因為 一來它的透氣效果很好 然後它底下是無鋼圈的 所以其實我在家裡面穿的時候 也會覺得蠻舒服的 那再來就是它在生產之後就是 哺乳時期你還是可以穿 因為它這邊有個口子可以直接把它就是解開 那我是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還蠻好的 就是你可以持續的沿用下去 那也提醒就是準爸爸們就是 一定要記得就是關心一下你的媽咪 然後看他們有沒有就是去梗化他們的那一口 那再來就是其實如果準爸爸們可以 就是買一套啊會買幾套 然後送給媽咪 我覺得這也是蠻貼心的一個舉動